近来诈骗猖獗行就首法齐发 艺人连禁文也掉进了爱情骗局 被骗走1500万 而一般民众也很常会接到 我有急事找你等等的 这类型诈骗简讯让人不堪其扰 不过政府成立的打诈国家队 近来就有出亮眼成绩单 12天内破获了400多件的诈骗案 总共是逮捕了2000人 扣脚现金有1亿多元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也特别到了刑事局来勉励 也呼吁民众一起加强警觉 别上当受骗 千元大钞厚厚一捆 层层堆叠起来 金额相当可观 一旁还有随身碟 提款卡和笔记型电脑等 都是诈骗集团的犯案工具 通通被政府成立的 打诈国家队查扣起来 我们短短12天 就破了400多件 移送了2000多人 查够了不划所得 一亿多 非常有显著效果 我要表示肯定跟感谢 行政院长苏贞昌 特别来到刑事局 新上任的警政署长黄明昭 跟在一旁 来看打诈国家队成员们 立下的辉煌战机 最近台湾的诈骗案层出不穷 一人连静文 被素位谋灭的虚拟男友 骗走了1500万 一般民众手机也常接到凡人的加赖简讯 租院长指示 对诈骗绝对不能姑息 诈骗集团非常可恶 受害人从不适智的老先生老太太 一直到大学教授政务委员 电影明星工作人物 受害无所不在 我们的新任警政署长本身 就是全刑事警察局长 新任刑事警察局长 也都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尽管政府全力打诈 但诈骗手法日新月异 不断推陈初心 民众还是得提高警觉 免得辛苦赚来的写汉钱 最终反而落进诈骗集团的口袋中 记者令社区黄卫财 TV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